其實這個 中國大陸的軍機飛越海峽中線 而且時間長達十分鐘之久 這是過去真的沒有看見的狀況 這個其實是讓海峽兩岸 台海之間更為緊張 更為緊繃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 因為你回溯到 其實是受到這個美國的刺激 在這之前連續 連續幾件事情 包含美國決定軍售台灣 三千多億的一個軍機 而且說要加強台灣的整個的滯空權 這個都是很刺激的一個言論 軍售 接著美國國務卿 是美國國務卿不是AIT的前官員 也不是智庫的學者 那國務卿蓬佩奧直接在國會說 要阻止台灣被孤立 這就代表說他要對台灣 這個狀況他們會更為介入 那接下來就剛剛講的 連續三個月 三個月 三次的美國軍艦穿過台灣海峽 而且每一次穿過之後就公告出資 而且告訴大家 因為美國在台灣海峽 有自由航行權 連續這三件事情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密集的 那就發生了這個 中國大陸軍艦飛越海峽中線 那當然蔡英文 其實對蔡英文來說 你記得當天他表情似乎很嚴肅 但是我認為他心裡是高興的 他已經想我又撿到槍了 所以立刻說 再刺激的言論又出來了 我們會通知盟國 所以接下來美國跟日本 馬上就發表相關的言論跟聲明 你看美國國務院也發表很強硬的聲明 波頓大家都知道他是鷹派 他是對中國大陸的鷹派嘛 他當然也出來講話 就一連串刺激的言論 可是我要講 問題是我們感覺上 好像美國人幫我們 可是我每次都只舉一個例子 五月份馬上WHA要開會 美國不是每天都告訴大家嗎 我們強力支持 我們支持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 能夠參加WHA 每天都講得很漂亮 請問一下我們接到邀請函了嗎 今年有接到邀請函嗎 現在沒有就沒有 雖然他永遠是口惠而實不至 但是美國用台灣牌 可以發揮最大的槓桿的原理 現在老實講 我覺得美國跟蔡英文互相利用 美國用台灣牌 用蔡英文這樣的態度 作為美中貿易戰 或美中一個角力的一個籌碼 那蔡英文在想什麼呢 蔡英文想 哎唷 美國是我最大的浮選工程 你看嘛 當美國越來越多刺激的言論 跟行動出來之後 你看中國大陸受不了了 因為中國大陸最不能認同的就是 不要有外國勢力介入兩岸 你外國勢力一旦介入 他們就會有行動 一有行動 蔡英文就高興了 所以老實說 今年在二零二零 我已經講過了 不管是蔡英文選 或者賴清德選 或者國民黨派出什麼人來選 現在民進黨他的策略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以孔中反中統獨嘛 而且這裡面作為一個選舉主軸 那麼最大的浮選工程就是美國 但是倒楣的是誰 倒楣的是台灣人 兩岸越緊繃 事實上會對我們 把我們推向一個戰爭的邊緣 這只是美國人用的籌碼 蔡英文用的選舉的籌碼 倒楣的還是台灣人 這個事情呢 就是美國的軍艦 把台灣海峽當成自家廚房 高興來就來 來了 去了 走了 然後還要羞辱大陸一番 大陸軍艦 軍機來了 然後呢 台灣 因為蔡英文總統又擺出受害者的姿態 然後又結合美國 美國出來罵大陸 現在呢 連台灣內部都開始覺得說 嗯 是怎麼回事 就網路上的紅人網紅 開健身館的叫做館長的 出來罵在野黨 國民黨 人家今天飛戰機 不是說今天空投人民幣 今天人家戰機載滿飛彈 XX的子彈飛來台灣上面叫囂 中國國民黨為什麼沒有半個出來講話 我覺得你們這些中共軍方的XX 弱製還是腦殘 是弱製還是腦殘啊 飛過來 欸欸 飛過來 謝謝你 小朋友 你小朋友是不是啊 你就直接XX的打了啊 你就丟一顆讓我們台灣人團結 我們台灣人現在缺的就是戰爭 這樣才能團結 那個嗶嗶的聲音就是三字經 然後我們必須把他嗶掉 就這樣一個人 我不曉得他對於歷史 對於文化 對於憲法 對於戰爭有沒有瞭解 什麼叫做台灣人缺一個就是戰爭 什麼意思 這麼愛打仗嗎 這麼厲害嗎 他說我們台灣人現在缺的就是戰爭 不要代表我 你愛打仗 自己去打 這樣才能團結 小戰爭也沒關係 讓大家台灣人知道 身為一個台灣人 身為一個國家的人保護自己的家 是責無貌貸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國家不叫台灣 你有種去打遊戲隊 把中華民國給我推翻掉 再來跟我講 愛打仗 志祥 其實我覺得那個館長嗆的還不夠 他應該要嗆的更兇一點 他這麼想要戰爭 其實嗆錯對象 不是嗆國民黨 要嗆蔡英文 把中共軍機擊落啊 擊落他 對不對 嗆蔡英文 對不對 海峽中間飛過來 你反應這麼大 就嘴巴動幹嘛 你擊落他 馬上你要戰爭就來了 歡迎啊 你就去擊落他 他應該嗆蔡英文怎麼不台獨啊 他既然說他的國家叫台灣 那叫蔡英文趕快搞台獨啊 你在幹嘛 我要講一件事情 反正他也是 也是寒爽的 坦白講 他一路就走寒爽路線 那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寒爽讓別人去死的意思嘛 那我跟大家講 今天第一個 大陸跟美國 中共的軍機飛過海峽中線 抱歉 我不認為他飛給台灣看的 因為他也知道蔡英文看看會很開心 蔡英文少是 開心的要死 他又可以撿到槍 開始啪啪啪打 他飛給誰看 他第一個飛給美國看 第二個也飛給大陸人民看 因為美國穿越海峽中線速度穿越 他也必須對大陸人民有一些交代 可是這兩個大國都在玩什麼呢 信號大戰 會不會打起來 我告訴你這兩個美國跟大陸是不會打起來的 所有軍事上的對立 只是在為貿易戰跟科技戰 雙方在角力的一個過程 因為雙方都有核武器 你是川普 你是習主席 你會撒到說兩邊全面正面開戰 然後搞一個核戰爭一起毀滅 絕對不會 可是兩強不會打 小弟可不可以上陣去打 可以啊 可不可以打小弟 可以啊 今天蔡英文在幹什麼 就急著跳出來說 我就是美國的小弟 我已經整軍待發了 我要衝出去打仗了 就是包括館長這樣嗆 那要幹嘛 那你最後逼了台灣 最後真的逼到最後極限 就是你館長要的戰爭 這是台灣人民要的嗎 今天台灣有這個辦法去跟大陸 用這種所謂小弟的姿態 去跟大陸戰爭嗎 我贊成兩岸戰爭 一個條件達到我就贊成 打沒關係 今天你美國站出來宣布 公開宣布 兩岸開戰 美國絕對出兵跟大陸打 介入保護 介入開戰 那你就去打 你美國不打這個仗 你憑什麼今天叫台灣去當小弟 再衝在前面 然後一對旁邊叫得喊得爽 我要告訴大家過去這麼多年 國民黨被你罵懦弱沒關係 但國民黨一直是扮演所謂的殺車皮 今天兩岸的和平沒有國民黨扮演殺車皮 那民進黨再繼續前面衝的話 你真的認為今天有這樣的和平嗎 所以罵國民黨可以罵得很開心 中共軍機飛越中線 我就問一問 你這麼不喜歡中共軍機飛越中線 那你就根本不要讓這個事發生 誰有能力不讓這事發生 就是國民黨 因為你有一個和平的路徑 那兩岸可以和平 根本不用動到所謂軍機飛越中線 可是今天就是民進黨這種方式 才把兩岸逼到鋼索上面 走到什麼時候掉下來 我永遠不知道 以前你問兩岸會不會戰爭 我都是回答 絕對不會 你現在問兩岸會不會戰爭 我說應該不會 我已經沒把握了 可是這難道是台灣人民要的東西嗎 館長這種態度說台灣人現在缺的就是戰爭 真的你了不起 第一個趕快去跟蔡英文抗議 叫他趕快立刻就台獨 不要等啊 趕快台獨 第二個館長趕快去發起公投 發起個什麼公投呢 叫做台灣人要戰爭的公投 你不是說台灣人要的是戰爭嗎 你不是很紅嗎 你不是代表台灣人嗎 趕快發起公投 趕快我們台灣通過公投說 我們台灣要跟大陸打一仗 就好啦 戰爭就來啦 不是嗎 他講的話呢 跟民進黨講的話是一模一樣的 不要裝了啦 吳釗燮說 共軍飛越海峽中線 夥伴國家大大不以為然 趙天林還講說 環球時報社會論獎 如果美國跟台灣繼續對中國挑釁 未來解放軍很可能把台灣島上方的空域 劃入巡航的範圍 根本無法想像崛起中的大國 做出幼稚的行徑 還把責任推給台灣 美國 然後吳釗燮就說 中國永遠都在挑釁台灣 中國因為挑釁台灣 台灣才要向外求援 我們應該搞懂邏輯 如果台灣人你真的不知道 你手上那張身分證 叫做中華民國身分證 你如果真的以為你的國家是台灣 你跟民進黨沒有差別 不要裝了啦 明正 是 首先我要講 說台灣人缺乏一個戰爭 我講館長這個人不值得一提 為什麼呢 因為他呢 現在他是做一個網紅 他一切是商業利益考量 他去年因為幫了韓國瑜把 所以他得罪了很多他的綠的粉絲 所以他現在要做 就是要把這些綠粉又拉回來 那我說為什麼他不值得一提呢 因為他嗆得這麼大聲說 我們就需要一場戰爭啊 那就問啊 那統促黨的李成龍 去你的店裡說要找你討論三字經的時候 你為什麼跑掉了呢 你這麼希望戰爭的應該巴不得說 李成龍來 我們一對一單挑啊 真的嗎 他自己跑掉了啊 他說我要出國啊 不再啊 人家要跟他討論他就不要了 李成龍說我們討論三字經 要人之出性本善 我們來討論好不好 結果他跑了 所以眾人不值得一提 那另外我要講 海峽中線其實是一個根本 不存在的一條線 想像中的 大陸從來沒有承認過 他從 像是吳釗燮 甚至陳明通在這個媒體訪問時候都說 我們的軍機可沒去人家那邊 繞來繞去又怎麼樣的 那請問以前我們的戰機 都沒有飛過去嗎 那黑蝙蝠跟黑貓中隊在幹嘛 我跟大家講 海峽中線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一條石線 就從九六飛彈危機 在此之前 國軍的飛機是貼著大陸沿海在飛的 我們的飛機在一九九六年 是以前 這樣飛 這樣飛 這樣飛的 是的 可是從九六飛彈危機之後 解放軍的軍機開始出來 出海到海峽中線開始飛 然後美國怕發生衝突 就禁止國軍的飛機再飛越海峽中線 所以是美國出來要求臺灣說 小弟啊 你 我這邊畫一個好了 你就在這裡飛 你不要過去啦 是 這個意思 那海峽中線從什麼時候它消失了 就從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 從轟六可以開始繞著臺灣飛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海峽中線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不要把海峽中線想得那麼偉大 從來這塊地方就是第一個它是公海 那領空也是公家的 本來大家都可以飛來飛去 那今天有人說什麼 蔡英文說我們要驅離什麼 你驅離看看 你就來試試看 第一時間 強勢驅離 我讀你不敢 我讀你絕對不敢 我就看你敢不敢驅離 那可是我必須要講 今天是臺灣人民倒霉是什麼 美國人就希望塞狼你們兩邊鬥來鬥去 他不希望真的打仗 可是他從中討到好處 不管是這邊呢 你臺灣為了要保護自己安全 要花一堆錢要買軍購了 一下F16V要多買幾架了 M1 A2坦克要買了 這邊又可以跟大陸說 你看啊 那我們中美貿易 你是不是要給我一點好處 讓利給我什麼之類的 全部倒霉的是臺灣人民 最後如果一旦不幸就像館長 我們缺場戰爭 真的插槍走火了 倒霉的也都是你臺灣 這塊土地上的人而已 有很多網紅 有很多人 有很多你很熟悉的名字 他們講話講讓你聽得很爽的話 他們就為了自己的利益 臺灣人欠仰戰爭 你去打啊 打啦 走了不用回來了 再見